主席 毛内阁团队 各位立院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今天是立法院第八届第七会期的开始 在这边首先还是要祝各位委员 各位内阁成员 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大家今年都可以洋洋得意 回过去年我们看到台湾其实在一些对立跟不安的冲突当中 我们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还好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政府仍然持续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经济成长 在观光发展 在社会福利 在人权保障方面 仍交出不错的成绩单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全球经济自由度调查 台湾在2008年的时候 排名是全球第28名 到去年我们已经进步到第14名 是史上表现最好的 而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上修到3.74% 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我们整体的失业率 已经降到了3.71% 也是7年来我们看到最低的 最好的一个情况 而台湾的观光客的人数 去年已经达到了990万 今年更可能突破1000万 所以台湾未来的整个的前景发展 是相当看好的 另外像本席在去年所提出来的 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 已经顺利通过 在去年11月20号也正式上路 而今年我们看到 国际特色组织的年度报告 也将台湾通过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 视为人权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而未来本席将会持续结合民间团体 监督公约逐步落实 来保障台湾儿少的权益 展望阳年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经济已经逐步的好转 本席主张 经济发展的好处 我们应该要全民共享 所以帮全民实质加薪 应该是企业跟政府责物旁败的责任 而我们朝野应该要秉除成见 合作推动让民众有感的加薪司法 在本会期可以顺利通过 而去年我们看到 台湾整体的失能的人口已经达到74万 预计120年要增加到120万 所以长照服务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本席在这边也是要诚恳的呼吁 有关于照顾我们这些全国失能者跟老人的长照服务法 应该要在本会期顺利的通过 本席也要呼吁在野党 不要再阻挡 展望新会期 本期期许 我们朝野可以共同合作 在本会期 我们应该要通过更多福国立民的法案 让台湾的未来更光明远大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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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